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你觉得今后美国会往什么方向发展 是往更好还是走下坡路 走下坡路 如果他不解决意识形态问题 还是要再走 还有我是觉得说我们中国人来讲的话 就说上有上报二有二报 我觉得我觉得我总感 你觉得美国做的做的那亏生是太多了 是这个意思 我觉得太多 你看伊拉克来讲嘛 好好的一个国家 你美国为了美元 你看把人家的好好的国家打得 你看四分五裂的 多少能无家可归 流利失措 是吗 其实我告诉你 我真的我们很多人对美国的未来 不太有信心 真的 为什么你看他现在的情况你看没钱的人 没有资质的人 儿子越生越多 越生越多 对对对 因为他的制度就是你生孩子 你生一个你可以领这些领福利 领福利 然后有的人就根本他根本就不工作 不上班就是生孩子生活 他如果生了七个八个 他他一年 你拿七万 对啊 他一年 你还拿一万 对啊 然后呢 白种啊像有文化的呢 孩子越生越少 有的甚至不生 不结婚 到以后就美国 不是白人的国家 对 还有就是啊 美国一直以来 他这些都是在都是在农中的流 他没有没有受过困难啊 或者天灾能过啊 这些一旦出现了问题 他就会生存能力会有问题 就就会有会有麻烦 所以呢 再加上他什么民主啊 可以啊 奖啊 可以弄啊 那哪一天 这个 如果说你的这个 你的这个制度改变了 这个钱花不出来的啊 这个救济金 救济如果他出来没钱了 那么这些人就就会就会造反 造反 暴怒 嗯 你这一次的那个那个什么 是地铁 智利卡吗 美国不是智利什么地铁卡占价 对不对 智利啊 智利 不是不是 那个是智利 美国引用啊 哦 不是在冯克林那个那个那个 游行示威呢 嗯 有 布鲁克林游行示威 好像是因为抓人嘛 是吧 是抓了黑人还是什么吧 上次是抓了黑人 就是因为地铁涨价 地铁卡 哦地铁卡 涨价 然后小孩子逃进去 对还就冲进那个栏杆 后来被被警察打 对 我就记住那个事情 哦对 那个事件 应该是前两天吧 就前几天吧 啊好像对对对是吧 前几天 他就跟学生跟年轻人 就说 然后呢 进去就把这批门开了 然后就进去了 嗯 他有一点就是说 嗯 我们 我这批刷了 我等四五十五分钟 我再给另外一个人刷 不就免费了吗 没错 没错 是这样子的票票 好 调就是调拨的那个票嘛 然后警察 纽约州政府不是叫警察 呃到到各个地铁口里面去抓吗 哦 然后不是示威游行吗 嗯 然后有一辆的公路汽车 被被院那个笔拉什么去去换 嗯 就很多的客人都在这个车上面 嗯 然后他们下车的时候就说 非常可怕 这是一个精心顿勃的这一幕嘛 整个这辆巴士被这些年轻人 全部围住了 哦 就像伊拉克是因为 也是因为 那个不是 那个是训练 不是就是 自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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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那个国家 也是地铁涨价 四分钟 对啊 整个国城市被毁掉了 乱起来了 纽约那次就是也是这样子 半夜在游行 星星之火 上个星期 上个星期 上个星期的 那 那如果这样你们觉得美国将来可能是走下坡路 你们肯定作为华人肯定会为自己留后路啊 万一某天发生了什么 我怎么在办啊 什么 我不考公民啊 哈哈 就是你没有入台的集市 这个意思吗 啊 我是因为我感觉以后可能我还要偷渡到中国 哈哈哈哈 中国如果不承认我的话 他不让我回去啊 我还要挖头肚 还是聪明 哈哈哈哈 哈哈 嗯 我是感觉说美国政府应该啊我不知道现在全国那个人没有就说对对外籍嘛 啊 就是说回去他可以有一个深情深分的那个 你修中国政府啊对我是觉得说我们这些华籍应该来讲政府也要给我们这个开开绿灯 开绿灯啊就我们其实在在美国都很爱国的我们都很爱我们的民族 因为我们都是以这个这个啊啊孔老子的教育啊孔夫子的教育啊对啊孔夫子的教育上来对吗 那我们的连租出都是性本善的那我们都非常的善良到哪一个国家我们都规规矩矩的 然后我们都是啊这个非常的付出啊 然后呃呃在这边那当然我们这个这个啊不断的这个努力在这里反而也扎根下来嗯但是我们的心还是像就中国我们看了我们看了新闻如果说对啊中国不好什么我们都会很很心挂的哈哈哈哈哈哈对 看到关于中国的负面新闻就有觉得对很气愤是吧你知道我看那个那个郭文汇 对这个郭文汇对这个郭文汇我说简直就是就是就是汉奸简直就是哈哈哈卖国贼卖国贼多样我觉得负面新闻也分两样有些呢是事实的嗯有些是就是假新闻的对对假新闻当然肯定是非常气愤对吧嗯有些讲的可能是事实呢嗯嗯我不知道你你你你你觉得对呃郭文汇 对啊还有这个李同志啊这批就是法轮功这种肯定是那个不行啊这种 每个人都讨厌啊肯定不不对啊那个法轮功他拿了那么多这个什么被政府破坏啊那些人被政府抓怎么打怎么弄啊你这些他这些但是西方还相信呢 啊西方人相信他们说的话我觉得真的像在欧洲那边可能媒体也相信啊他是通过什么就是有什么证据或者是有什么那他说法轮功人讲的他们自己家庭的成员那就是完完全凭凭他们讲他们就相信哎呀西方媒体很多都这样居说什么什么 他自己没有证据他就据说据说对比如说新疆他是说是集中营然后说是逃出人讲的逃出人他什么都不不可以说吗肯定他可以胡说八道对吧为了一个什么政治避难他什么都可以说啊是吧所以我觉得很多是污蔑的我认为 没有我觉得说啊也难怪他相信为什么呢比如说如果有十个人讲这个人很坏那肯定这个人就相信了只有一个人讲说他不坏还好啊那你是相信十个人还是相信因为我是觉得说对啊是不是那你你你你你可能我们的声音也不够大 哈哈哈哈哈哈我没讲你看了你法轮功是是风吹雷打不动的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在大使馆门口 哇我是三百六十五天他们有钱他们有钱我是觉得中国有钱拿着法轮功应该是我觉得中国现在修花信仰 我觉得中国修花信仰其实一个人如果有信仰的话这个这个浅花的潜力跟 暴放力是太强了嗯所以中国现在呢我觉得说不能无神论无信仰 其实其实这个信仰来讲对于对于一个人的这个身心灵这个这个教育成长是非常非常大的非常高的 那有什么样的信仰比较好 哈哈哈比如说比如说美国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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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信仰很多嘛 那最大的现在就是那个基督教嘛对不对天主教啊对嘛他们的力量很大 但是他教育他这个教育体系确实是对于人的这种的信念啊这个呃那个帮助人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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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方法教育我觉得是非常好 其实除了其实除了学校的这个学习知识那你的心灵呢灵魂呢嗯真的有洗礼 真的有洗礼的 呀嗯所以我还是对因为我是佛教啊你是佛教对对对我是佛教啊 那我就讲到这里了啊对啊我们非常的开心啊非常感谢啊 哈哈哈很有缘跟你对啊我们我们很有缘我现在还不知道你是什么呢怎么啊中国还有我们的亲人啊啊我们的我们的祖国还龙昌盛 当然我们在国外也希望说啊自己的祖国还龙对对也也希望真的人类和平啊这个和平共享啊啊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你们过来就来美国二十多年你觉得我们华人的地位比原来更高了吗 因为是我们中国更强大的是吗高了高了高了好多高了好多啊你知道我们以前如果说在脑外的那个眼里很被看不起的现在好很多现在脑外如果说我们有交谈的话都都受请参与是很好的哈哈哈 哈哈哈对就说一个强大的祖国非常重要是吧那当然那当然那你看我们中国来讲如果说你的父母你的父母很强你儿子也是非常的那个对吗对啊对不对对啊这个这个祖国的黄龙昌生你看美国人找到哪里但是有些反华的自己是中国人他恨不得中国崩溃啊有这样的人呢 对啊有啊你看就像葛文贵这种对啊哈哈哈所以他以前就是说 葛文贵刚刚的时候他在讲那个王岐山的时候我我认为说他会不会是个人恩怨啊后来我听说你不要跟中国共产党合作你你就又跟美国合作什么什么哇我听了些火哈哈哈我说我挤对对啊我挤对啊 啊我还以为他跟王岐山是个人恩怨没有想到他是领导长大哈哈哈这个人这个人被保护起来没有办法暗杀哈哈哈看来想法都是我们还是比较合拍的啊对啊以后在这边生活走一步看一步了对不对就走一步看一步嘛你真的真的是你不能说好像美国以后肯定会很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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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他他他他他要好也只是他们上面有钱人好对下面普通老百姓你真的不一定以后会真的很好 他说美国很有钱啊美国不是全世界欠债最多的国家吗对听说很多老美自己连拿500美国都拿出来现金的嗯他卡箱也没钱对但是真正的美国这个企业他真的是强大嗯 但是没钱的美国很多是吧没钱的美国很多很多很多没钱的但是呢美国有一种好就说他的这个这个啊他这个呃福利比较比较 高嘛嗯福利比较好嘛比如说中国人一生病就怕对嘛嗯他生病不怕他反正可以911一打送去医院就像我刚刚讲过他做的福利也是羊毛出在羊身上都是我们下面一纳税人第二医疗保险啊多贵啊是啊都是我们下面那些纳税人在在买医疗保险抬起来的对在支撑他们啊否则他那个医疗体系肯定会倒退肯定会倒退现在好像中国的这个这个体系也有 也开始建立起来了对不对也是现在中国的那些老人家我们跟他谈他们都很开心都很就就在那里很满意那现在不是每一个退休老人都会有退休金啊嗯嗯嗯就农村的那些老人都有退休金的现在慢慢进去啊嗯然后然后在医疗方面好像他可以买医疗保险然后只要出一点钱然后可以报报销可以有百分之七十的那个什么什么的 是就是我觉得说中国以后真的会越来越好 这个合理方面 对啊 下面的呃 人民的生活 对啊 嗯 对现在 但是有很多 我现在还是 还是有一点新生事 在我那个时候 90年代进来的时候 那个户口都被注销了嘛 嗯 我现在在中国 没有没有户口了 没有户口 但是你还是中国身份吗 是中国生活 我还是 我只是绿卡 没有入籍嘛 但是对 但是现在我有一点吃瓜戒咒 禁止里外不是人 不是 但是你要回去 也可以把那个原来户口 把它弄回来的 因为你 但现在不知道 他还要好像说 还要在中国居住三个月以上 还是六个月以上 有期限了 有期限了 对 可是办出来一个叫什么 叫呃 对对 现在有一个华译卡 不是办出来的吗 华译卡是指拿了外国身份的人 才叫华译卡 你是老美身份的 ok ok 是这样 那他承认就是说 就相当于承认可以双重国籍 但也不算真正的双重国籍 就是说 你可以在中国合法 华译卡是指有特殊贡献的人 或者是你国内有直系亲属 你要回去投奔他才可以 啊 我听说是这样的 华译卡是这样 啊 嗯 但我听说好像就是说 他承认就是说你是 你是中国人 但是呢 你就是说你要在 你最多只能在中国居留5年的时间 但是到之后你可以继续去更新 要在那里工作 反正现在还没到那步啊 不用考虑 好了那可能你比较忙呢 谢谢抽时间 谢谢谢谢谢谢 哎呀我们互产有缘 真的非常高兴能跟你们交谈 嗯 可以可以留个联系吗 可以啊 哈哈哈 留个微信好吧 我也是刚刚认识的 你也是刚刚认识的